之后咱们把这三颗还是单独的去培养 然后像这种 只要是类似于这种的 想让它长得高的这种植物 你看咱们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这三颗 我教给大家做一颗棒棒糖 然后另外两颗给它做一个造型起来 好吧 这种东西应该长得是比较快的 长得一快了就很瘦 观赏价值就很低 好 入盆 首先咱们这三颗 我是准备一颗棒棒糖 一颗虫生 咱们挑到的是弯纽七八的 这个有的话说我这个怎么长歪了 可以让它挣过来吗 当然是可以的 大家需要一定的工具 你比方说找一些个杆子 就是类似于滑驮整骨的那种感觉 这种给它整上 这种给它绑在一起 让它挣挣的 顺着一根杆去长 这个是可以的 好吧 这一盆咱们就给它原生菜了 用到的土也是泥碳土 直接种就行了 很简单 没有那么神秘 先种进去再说 不要埋得太深 永远都是不要埋得太深 选择花盆还是排水透气 不认你选什么牌子的 我用的是花博士的一个六合树盐盆 肥料就可以不用着急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 等到咱们种下去一段时间以后 咱们再追肥 什么都不用 直接种 就这么简单 种上了 放一边 这样的话有三盆 可以给三个花油发过去 好吧 然后呢 跟花博士们分享的一个是什么呢 如果说想要让它长成棒棒糖的这个呢 你就把下面的这个叶子 这样给它撸掉 这个也撸掉 都撸掉 留三四个叶片 把上面这个位置给它剪掉 这样子 它会从旁边再支撑一些侧牙出来 下面这个呢 比较弯 我准备给它做一下矫正 首先种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这个比较硬的这个位置 冲上面 种土 万物皆可棒棒糖 臭宝 知道吧 把这个位置 看到没 这个位置实实地固定到这个上面 实实地 矫正它 人为的矫正 实实固定住 这边也实实地固定住 这样就给它固定住了 以后未来呢 它就会慢慢地长成一颗棒棒糖形状的 好吧 它不直 它的可塑性很强 欲不着不成气 花也同样一个道理 这个以后就成为一个棒棒糖 那么这一颗呢 我们呢 就可以作为一个重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下面有很多 是吧 那么我接下来 我是准备这么着 给它剪掉 哟哟 哟哟 哟哟哟 你怎么那么狠 直接剪掉 没事 它重生 三盆中完了 这个呢 留着一个扦插 对 扦插的时候 交给大家 首先呢 把这个叶片去掉 这个叶片也给它去掉 这样一截 这样是一截 这是一截 然后呢 它们把叶子 把叶子稍微给它剪一剪 留个小叶子就行了 刚才本来想用盆 后来想了一想 还是用穴盆吧 用那种小一点的 大家没有的话 可以用小一点的纸杯 有话说 你这么扦插 能活吗 你都扦插了 你还活吗 就像专家说 吃方便面影响健康 你都吃方便面了 你还在乎健康吗 你扦插了 你还要它活不活 你擦上就行了 活不活再说吧 这个扦插在一块 最重要的是一个保湿 还有一个就是杀菌 很容易被真菌感染 这个东西 一盆花呢 竟咱们遮遮疼疼疼的 成为了三盆 还有很多嵌插的小苗 其实种花呢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植物的可塑性是很强的 再生能力也很强 最多的都是大家关心折乱 要么就水浇多了 肥用多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意 下期再见 拜了